烟埋笼罩容易引发呼吸道不适和各种气管问题 很多人会从饮食下手喝杯凉茶或炖些汤品 润喉解暑 但体质不同 喝的凉茶也不一样 接下来请中医师和中药行业者为我们介绍一些适合大众饮用的凉茶 国内过去几个星期 烟埋所成 部分地区的空气素质一度冲高到危险水平 即使偶尔下雨 情况也不见好转 部分医生透露 呼吸道疾病和哮喘病挂号的病人逐渐上升 记者今天走访巴达林在野美加花园中药行 许多人都提着大包小包的药材凉茶 准备回家煮水服用 清凉润喉 天气热 受访的中医药行生意也火热 在烟埋期间 药材凉茶原料生意额增加了20% 购买及饮凉茶的顾客也增加了三成 不过要达到最佳效果 就必须喝醉凉茶 中医师就建议用罗汉果加上龙眼肉和薄荷叶 煮上一个小时后饮用 达到润喉效果 这个配方适合大众体质 也就是体质不会过寒或过热的人 另一个选择 是在食材或饮品中加入血饵或菊花也有润喉的功效 而银花 甘草或杏仁则有消炎的效果 是有很多种 比如这个疾病 男性人 北性人穿背 那些龙眼肉跟这个沙绳那些可以包成水分 来洗这个烟尘 包护肺脏 脂科化痰 如果因为烟霾而咳嗽不止 医师建议可以采用鱼心草 金银花或鸡骨草 配罗汉果煮水 达到止咳化痰的效果 舒缓症状 不过凉茶也只能达到舒缓不适的辅助效果 如果民众身体不适 情况不见好转 或者逐渐恶化 务必看医生获取专业意见 对症下药 八度空间张倩运 巴达林在野报道